Hello,大家好,我是Coco 歡迎大家來到Holy Sheep 今天很開心請到Sylish Remke 跟我們分享襯衣服的心得 Hello,大家好,我是Ramke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季jacket有什麼最時尚的襯髮 其實我覺得今年 都是流行街頭風的元素 或者一些活動或生系的東西 今天我也準備了幾個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說是男生 可能現在都流行踩板這個運動 所以板仔露還是流行的 另外我覺得可以 加入一些Worker風景元素 去做一個Toto Look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男模特兒一樣 首先我覺得 拉帽、男生必備的Items 在冬天又可以做一個造型 又可以做一個layering 令整個看法更豐富 例如你說 我很建議男生可以穿一些有顏色的衣服 因為現在的trend都流行粉色系 甚至藍裝都流行一些彩色 大家如果沒有那麼大膽 整件粉紅色的 可以試一下一些Pink色的Items 例如外套 我覺得簡約來說 最白搭可以試一下 Ban Davis這個Ship Jacket 這款的衣服 因為又白搭 而且顏色可能男生會容易接受很多 褲子方面 我很建議大家試一下這款褲子 可以很完整的做出一個板製 如果男生大膽一點 可以試一下這個Filla 迷彩jacket 其實是輕加一些Pattern外套 如果你想做板製的 就立即可以做一個90年代的復古Style 所以我覺得 男生今年冬季 就不要再經常黑白灰 可以試一下一些顏色 或者Pattern的東西 好了 那就到女生了 現在我已經預先把褲子穿上身了 好 女生冬季 我覺得裙子就少不免了 我想可能裙裝 會配合工作下風一點的元素 所以我就推介大家下身 可以買一些Earth tone的東西 例如蜜綠色、啡色 這些其實我秋冬都不錯 我也覺得冬天配 例如咖啡色或者一些藍黃色都很好 對 沒錯 因為其實這些顏色 可能真的非常貼頭 秋冬這個主題 所以我覺得女生可以選一些 深色一點點 大Earth tone的東西 另外上身呢 其實我推介大家可以試一試 衣服類型的itons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brand 都出了一些好像制服元素的itons 可能有一點細節的衣服 就會令大家覺得它不像上學 或者沒有上班那麼荒蕪 又可以立即做到一個look 所以我沒有推介女生試一試 衣服這類的itons 另外說到外套 我就非常推薦羊膏 這種fluffy感覺的外套 因為可能之前大家覺得 一動就要穿羽絨 或者後面外套 女生就會覺得馬上飽 沒錯 但我現在穿這件衣服 已經馬上覺得很亂 沒錯 而且它這個感覺 有girly 因為好像很fuffy 很cute 但是它又可以做到 不是太過蓬鬆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女生可以試一下 入手見羊膏的外套 另外這個look來說 我覺得你可以加上自己 這個袋子 對 因為通常大家都會用這些 斜背袋 放我外出 我覺得新一季的trend 女生可以選一些小的袋子 這個布袋其實很好 因為它可以做到一個street style的感覺 因為通常都是Box贏的袋子 所以馬上會感覺很科目 我覺得女生想girly 可以試一下手抽這些袋子 而且這些手抽袋子 有一點人系的感覺 感覺會可愛一點 除了外套 而且酒紅色其實也是Earthstone 其中一個colour 好 其實我身上的所有產品 以及剛才拿Model身上的所有產品 亦都可以上Holy Street找到 我們身上現在穿Ban David's 其實我們之前的影片 會詳細說了Ban David's這個牌子 大家可以上回我們的Facebook看 我們來啦 Ban David's這個牌子 Ban David's這個牌子